大家好啊,我是等待晴天的朱教授 我们家这里连着一周都是阴雨连绵 今天好不容易等到了一点太阳 我蹲守着乌云的空隙 测了一下太阳光的强度 用这个photon选择太阳的光源 测得我种菜的这几个地方 正午12点基本上都是2000以上的PAR 根据一些专业YouTuber的测试 植物光合作用最高的PAR是800 超过这个值就过量了 需要进行额外的二氧化碳补充 所以虽然太阳光很强 但是植物未必能够完全利用 我们计算太阳光照的时候 有可能只能以800为上限 我顺便测试了一下用遮阳棚遮挡的效果 在阳光直射的位置 光照强度是2000加 经过塑料布的遮挡 强度瞬间降到了600加 另外我也测试了一下窗台的效果 在窗外阳光强度2000加 在窗内紧挨窗户的位置 测得1500加 稍远一点的距离测得1200加 另外跟大家道歉 我试了一下这个APP的苹果版本 发现是要花钱的 要测试阳光LED 这种比较常用的光源 是要额外购买的 但是据说 它们的苹果版本准确率更高 安卓版本因为手机型号太多 所以误差较大 如果追求更精准的数据 可以考虑购买苹果版本的 我后边也会想办法去测试一下 苹果版本和安卓版本的误差 看看到底值不值得买 今天就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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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